南投县104年国民中小学校长主任甄氏分为两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积分占25% 比试占甄选总成绩45% 合计积分及比试成绩按录取名额4倍则又参加口试 如其尾数由两人以上成绩相同者皆予与录取参加口试 第二阶段口试部分占甄选总成绩30% 甄选总成绩相同时以比试、口试以及积分依序录取 获得经甄选委员会2%以上委员出席 出席委员1%以上决议增而录取 教育处代理处长李玉兰表示 这次甄氏县长黎明珍依实施亲自勾选试题 并希望借由征选选出优秀的主任以及校长 投入推动南投县各项重要教育政策 发展各校特色 那这次的这个口试方向跟比试方向 那县长构体部分呢 特别重视到就是我们少子化南投县 因应少子化财病校 跟一些就是我们校长的这个专业发展 跟教师专业发展 那还有就是美感教育 以及就是相关的一些就是辅资跟特教的一个关注 那也很希望就是说 透过这个校长的跟主任的考试 能够真的把我们在实务上 能够很好运用的主任 卷拔出来 然后呢经过培训之后呢 能够当我们非常好的南投县的校长 那主任的部分呢 能够确实落实他们的行政的经验 能够在这个执行力部分呢 让我们南投县呢 能够应用这个小校呢 能够把它发展出来 然后去发展学校特赦 口试部分分为八个考场同步进行 许多考生一早就前来查看 县府教育处代理处长李玉兰等人 也到各考场巡视 现场秩序良好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